2016年简单生活节呢 是再爆重量级的现场嘉宾 那就是窦镜彤 身为王妃和窦围的女儿 比起借父母的光环 她似乎更希望我们能够关注她的音乐作品 冷静的台风迷幻的嗓音 不少人感叹舞台上的窦镜彤 像极了妈妈王妃 但说到自己的音乐 窦镜彤似乎并不愿意将他们和妈妈王妃放在一块 你跟你妈最近有见面吗 有啊 然后就是有没有聊到你这次的兴奋级的一些宣传的什么的 她听啊 她最喜欢你首歌 不知道没问 比起王妃女儿这个头衔 窦镜彤似乎更喜爱新近音乐人 年轻偶像这样的称谓 我希望是我的音乐 创作的这个空间是百分之百的自由 如果我以别的方式的话 我的这个自由会受限制 从小窦镜彤就展露出了她的音乐天赋 13岁时候的小尸牛刀 便让她凭借音乐慢慢的发光发亮 今天4月窦镜彤的首张专辑 Storm Cathy终于问世 这11首纯英文作品竟然均是她16到17岁之间的创作 无靠父辈不炒作 窦镜彤对于未来的目标很明确 就觉得自己如果开一家公司 去打理自己所有的音乐的事情 反正让什么也自己持有的话 这可能是最 最适合我的一个方法 约了新天地震和不打 对于未来的目标